3月24日,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在北京开幕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逐致演讲。 2019年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二十届年会,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,促进合作共赢。 论坛汇聚了百余位世界500强企业和全球行业领先企业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,以及国际知名学者和政府高层,共同探讨中国对外开放、中美关系等议题。 在开幕式上,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致欢迎词,他表示,中国跨入新时代,坚持扩大开放,就是要通过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,形成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宽领域的全民开放格局。 这是中国持续保持发展活力的关键,虽然目前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,但此次论坛正是要在不确定中寻觅积极的确定性。 在不确定的阴霾中,我们应该看到积极的确定性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的时代主题。 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改变。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越加敞开,中国经济仍在稳步发展,市场不断扩大,新的比较优势方兴未爱,合作机遇不断涌现。 论坛外方主席梅塞德斯·奔驰汽车集团全球总裁蔡车在开幕式上表示, 虽然时代充满挑战,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,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动摇全球商界人士的信心,但不应阴阴费时。 3月23日,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行了经济峰会,3月24日,论坛大会正式开幕,大会将持续至3月25日,探讨供给策结构性改革,对外开放,粤港澳大温区等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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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